大家好 我是虎仔 今天《中國新聞》繼續有內媒踢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看到內媒踢爆 蔡天鳳母女竟跟台灣富豪有關 堅定留 說明媛身份是煙幕 怎樣幫她賺錢呢? 內地有些媒體很詳盡地寫出來 你看看感覺如何 聽完之後的消息 這是內地傳出來的 香港已經停了手了 沒有什麼新事更新的 但是內地不斷地 不知是新聞還是作文 還有現在去泰國也很嚴重 《世界新聞》說了兩宗 有人綁架 有一個是警察綁架中國男人 另一宗是湖北女 由泰國失蹤24天 就說是被男朋友的表弟 包吃包住包玩 就說帶你去玩吧 誰知道是惹來賣豬仔的疑魂 究竟是不是賣豬仔呢? 另外紅刀拉絲 就跟台灣斷交了 轉投中國的懷抱 厲害 另外貴州警區熱氣球失控 連同七名遊客 直插入水庫 死不死得呢? 如果跌落地就死硬 水庫也難說 因為你浸也浸死 那些繩子纏著你的 熱氣球有火 哇 纏著有火燒又有水 真是大糟糕了 也不知是怎麼搞的 另外陝西女 用餐備多過男人 龍虎亂舞 打到Blackjack 面部打到變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另外有一個80歲的女人 上了樹頂五個小時 就說想摘果實來玩還是吃 不知她在做什麼 但原來就是為了樹果 今天的中國新聞也很精彩 詳細的內容交給OK仔說說 交給你 謝謝母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說說內地新聞 一早起床就看到 台灣和紅刀拉絲 兩個都已經在互相宣佈斷交 台灣還開記者招待會 其實這件事都搞了一段時間 記得之前慢慢爆出來說 紅刀拉絲想著向中國方面尋求建交 台灣方面咬聲 後來更加爆出一個消息就是 為什麼紅刀拉絲突然轉態呢? 就是基於原來紅刀拉絲 曾經找過台灣 打算做一個25億的援助金 就是問台灣那邊拿錢 但是台灣方面又不給錢 就是不騷擾他 導致紅刀拉絲生氣了 是朋友嘛 借錢吧 好吧 你不給我嘛 我就去找中國 近日你見到紅刀拉絲 他們的說法都是希望尋求可以敲中國門 中國是歡迎的 表示歡迎的 基於一個中國的情況下 所有事情都是有得談的 好了 看到紅刀拉絲他們自己都宣佈 說結束和台灣的外交關係 更加現在有傳媒指出 紅刀拉絲外交部長 依照他們的總統卡斯特羅的指示 卻團訪問北京談建交的相關事宜 後來台灣就召回紅刀拉絲的大使 而紅刀拉絲就宣佈了 外交部發表聲明 正式和台灣斷交 台灣在今早開記者招待會 也是正式宣佈雙方斷交 為了錢人爭拗 有時候 大家不要說用國與國之間 用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想得到 我問你多錢 就說25億美金 你沒有 我不跟你做朋友 所以有時候 你國家也好 人的事都是建基於那種感情 某程度上 都是跟錢人有關係的 就像蔡天鳳這件案件一樣 現在有內地的媒體說爆料 就說蔡天鳳這對母女 連同她媽媽 是別人打造出來的名媛 不是靠自己 而是別人幫她包裝 這麼有趣? 不是吧? 我們看看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因為說到涉及台灣富豪 不是吧? 這麼誇張 我們看看是怎樣 根據內地的媒體 蔡天鳳媽媽和她自己的女兒 都是由一間溫良行的公關公司 策劃推出來的 就說這間公司以前幫很多明星和富商 給了公關服務 而說到蔡天鳳 尤其是蔡天鳳 是他們最好的代表作之一 據了解這間公司運用了社交媒體 和媒體力量 將蔡天鳳母女 打造成為一個理想化的品牌形象 令到他們看得非常成功 富有有收養有品位? 不是吧? 這麼有趣? 你背後的東西真的沒有 窮 全部都是假象 但是不是的 他們有錢 說到蔡天鳳最初窮 蔡天鳳母親 她後來在內地做生意 再改嫁之後 很成功 一個有錢人 要不需要特地再找一間公關公司 給別人去打造 幫別人做事呢? 這件事也很奇怪 很奇怪 我本身有錢 你說找一間公關公司 打造一個偽名媛 這麼說 這些全部都是不是自己的 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有些人好像在內地那些叫做微箱 哇 特地在VIP機場拍照 靚車豪宅 好東西吃 那些就說 有些人不明白我說什麼微箱 即是內地版傳銷 那些就說 打造一些 好像吸引女士去光顧 假名媛 假好生活 但是 他們本身也有些錢 我不能夠說 哇 非常之搭水 超級富貴 那些 還沒給得上 即是有些錢 就是人來的 那需要找一些公關公司 如果你說找公關公司 幫忙他們去平時做事 去宣傳一些事 我覺得會表示理解 但是 反過來跟他這樣說 我又覺得 又好像怪怪的 那這個媒體也報導 又指出 為什麼 蔡天鳳家庭 這麼有錢 因為說到 負責他們 在 有些錢的瓜葛 跟別人 那這個消息一出 很多人就會留意 他們家庭 就是 蔡天鳳家庭 全部都是名牌手袋 有人就覺得 這些相片就是證據 但是 老實 真不真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就是覺得 人家所謂的台灣富豪 幫忙打造 就是可能台灣富豪 買了一堆這些包包相片 就是 講到好像KK園區 全部的相片都是素材 用來做戲 所以你說 這件事件 跟台灣這個富豪 是不是這樣可以 拘捕在一起呢 我真的不知道 哪有 這樣拘捕得到 那你背後的 什麼 曠氏一家 那又跟台灣那邊 又有關係 就是跟台灣這個 所謂的公關公司 那整件事 不能拘捕 既然如果說到 這件事 是打造出來的假象 那你 性抗那班 怎樣可以 你想想 你本身也沒有 你也是假的 我拘捕了你 你也不會有什麼分頭 這個是很奇怪 但是 有一點是實在的 就是那7000萬 是真的 掛了下去 抗後的名字 這個錢 怎樣是誰出的 大家都不知道 雖然現在大家 這個方向 都是知道 蔡天鳳出的 但是 如果按照這篇文章 這樣說 你後面涉及 原來有公關公司 幫手打造這些假象出來的 如果 可能 有人覺得 那間公關公司出 那你 反過來 應該是 不只是蔡天鳳 去追擊 蔡氏一家 追擊他們 連台灣富豪那些 所謂的 名門打造公司 都追擊他們 但是 你又不見 有聲氣 所以 這整件事 有人覺得是假 有些人不是真 當然 真是假 有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有人覺得 這些全部都是 符合他們做生意 因為 要打造一些 唐皇 很豪華 很名貴的 假象出來 感覺上 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像微商那種做法 宣傳手法 但是 無論如何 你 真是有錢 這件事是事實 對吧 好了 你說 一開始 蔡天鳳出生 沒錢 在普通家庭 他媽媽出生 都是農村家庭 後來轉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 現在成為有錢的人 所以 有些人還依然用那些所謂的 什麼 錢銀交易 又說花錢 又說 這些 留待警方去調查 但是 人家真的 在改嫁之後 發跡了 這也是事實 所以 有人在這個位置上 說得連他媽媽也是人家打造出來的假象 所以我就覺得 嗯 沒有的 很多媒體 其實很多人都依然很質疑 為什麼會突然變得這麼厲害 其實 你不要像蔡天鳳這件案件 很多都是農村家庭的人 為什麼一夜之間暴富 一夜之間暴富 很簡單 那時候也聽過一個道理 就是 國家收地是圈地 然後賠償給你 那些村落 國家一發展 可能是賠很大塊錢 那塊錢就是大家一起分 分完之後 會忽然富貴 又沒有錢 又做農民 可能手執幾千萬 甚至乎過百萬身家 給街市 所以 有時候你沒得想這件事 你要去互相估計 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在哪裏呢 這件事要警方去證實 好了 說說另一則新聞 這期 對於針對 中國遊客 其實在泰國綁架案都比較多 現在有一位內地的湖北女 竟然去泰國玩 失蹤了24天 這件事很嚴重 這件事 究竟去了哪裏呢 因為現在內地網絡非常熱傳 這件事件 由3月13日 有一名抖音網友發布影片 就說他34歲好朋友 歐陽路 在2月10日飛去泰國旅遊 由3月2日開始 就失蹤 綜合內地媒體的報道 這名網友表示 就說歐陽路跟他男朋友一起出發 兩個人獲得男友在泰國工作的表弟邀請 更加出行前才知道自己是包飲包食包住包玩 會不會是園區的表弟呢 不會吧 這麼恐怖 你一說到包飲包食包住包玩 現在請你都不敢去 為什麼呢 大哥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賣豬仔 你賣豬仔的也是這樣 而這位網友就說 由於好朋友失聯 於是就聯絡表姐報警 說到警方就說 找不到兩個出入境的紀錄 後來查到南方資料 就試試在當地報警 去到現在更加沒有消息 那這位網友就指出 就說這位歐陽路這位女孩子 失聯前最後一次通話 就說自己在曼谷機場等著轉機去清邁 後來就 那個網友就說 這兩個一男一女這對情侶 是有買來回機票的 這樣就是機票買好了 但是警方現在查不到 有出入境紀錄 那他們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鬼了 這位歐陽路 即是失踪的女孩子 就說自己在曼谷機場 但是警方就說 還沒查到兩個人入境的紀錄 那究竟 他去了哪裡呢 那是不是真的去了曼谷機場呢 還是需要曼谷警方再 double verify 這件事就要了解了 根據湖北京州市沙市區公安中山路 派出所工作人員 就向內地傳媒爆料 他說警方已收到報警訊息 但是具體情況不方便透露 而說到這位失蹤女孩子歐陽路的媽媽表示 他說他不知道女兒去泰國玩 他說是前兩天才知道她失蹤了 哇那麼大鑊 而警方也沒有消息公佈 但是已經聯絡了泰國大使館 原來歐陽路媽媽說 長期沒有跟女兒一起住 具體都不知道 幾乎每晚都睡不著了 希望可以快點找到女兒 現在就從出入境紀錄開始慢慢追出來 哇真是恐怖 那是不是真的KK園區呢 那是需要的 真的有待調查 因為近期真的多了這些事件 另外說一下哈爾濱 有個小區昨天下午發現一個氣體爆炸的事件 哇整棟大廈好像炸到粉身碎骨一樣 一死七傷了 真是恐怖 那這件事件 由一樓到七樓 那些玻璃槍全部震碎了 哇真是 真是恐怖 那這件事件引起大火 那在昨晚的七點半左右 應急部門就表示 現場的火已經撲滅了 那救援人員的行動就結束 那這件事故造成一死七傷 死者就五十歲的男人 那經過專家去現場鑑定 就說這棟樓的主要建築結構 暫時都更安全 那事故原因就要調查一下 哇炸到這樣也更安全 真的不知道 另外亦都跟大家說說 在貴州有個警區 哎呀我經常都說 玩這些東西很危險 因為你個人沒有安全感 有什麼事你想找一個扶手柄 就是什麼呢 就是玩熱氣球 在貴州這個警區裡面 有遊客玩熱氣球 為什麼這個熱氣球遇到狂風 哇狂風一吹吹到他不知飛到哪裡 那就失控了 幸好這七名遊客 大家也知道 見過埃及的熱氣球 升到很高 突然一吹 整個東西直飛到地 根本就沒得走 是不是 除非你背著就要降落散 跟著跳出去 如果不是 基本上都是難聽這句 等死的 這次很幸運 這七名遊客的熱氣球 被狂風一吹 吹都是湖 即是水庫附近 你知道 炒落硬地 當然是 糟糕 炒落水裡 也有一線生機 幸運 這七名遊客 就在水上被困 有工作人員 一看到 就馬上駕駛快艇去救人 真的幸運 好 跟著 大家一起看看 在河北竟然出現一個怪人 有幾怪 這個河北車主 竟然在當街 掃過手扣 威脅他人 怎麼了 假裝魚毛蝦蟹嗎 假裝公安還是假裝什麼呢 這一位在河北保定區 有一條主要幹道 懷疑有個車主 在馬路上面 竟然拿著手扣出來 就對著別人 另一部車 就在那裡說話 就懷疑威脅他 這件事已經引發關注 有網民爆料 當時拿著手扣的車主 就說自己是屎谷的人 更加看到 就打算拉開對方的車門 對裡面的司機 和乘客多番拉扯 究竟是什麼事呢 神經病 當然 公安人員 就調查過這位人士和車 就發現他不屬於任何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 這部車也不是公安機關的車 是屬於一部租車公司 假裝了魚毛蝦蝦 又在那裡夾當 這傢伙就拘捕了他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件 這期的暴力事件多到 剛剛日前才說到一個13歲的學童 被同黨打到耳又龍 龍眼又蠻 在陝西有個女生用餐的時候 竟然被多個男人圍吐 為什麼這麼多男人打女人的事件 這件事件是在咸陽市的 一個美食城裡面 竟然有個女生 無端端被多個男人追著來吐打 而說到有影片看得到 看到一個穿著黑色褲的男子 才是用力拉扯這個女生的頭髮 其後看到這個女生 就打算走了 當然是瘋了 被另一名男子追上來 前後有兩個人 捉著頭髮 又在那裡扯 拉到落地 然後連環 連環拳連環腳 現場有很多名食客在那裡 越來越多人 就對著這個女生打 事後 這個女生被人打的女生 就在網上發佈照片 就說打到變形的臉 真是 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瘋 當地警方正在調查 因為說到大家都不認識 這麼狼胎 不認識都要打到變形的臉 可想而知 真是多瘋 大家小心一點 另外也跟大家說 有時候真的該死不用病 為什麼呢? 有時候有些事情要整定 在浙江溫州有兩個人 因為懷疑 在工作正在逛街 被雷劈死 對 這些事情真的沒得說 有人說 不要亂發毒勢 這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溫州市 有一名海上工作人員 就遭到雷擊 其實在海面上也是 因為海這麼大 沒有一些高位 接觸點 吸引雷電走 如果你在海上 通常 你的物件 或是船上 或是油台 類似 都會成為雷劈的目標 不幸 這位工作人員被雷擊中 不省人事 船隻靠岸 已經說他臉色發指 停止心票 呼吸 經過現場搶救 證實 是離世 但是 真是無讀有偶 在五點鐘 工作人員海上 被雷劈死了 但是在同日下午六點 溫州市再收到一名市民求救 就說一名女子 放工走回家的時候 就被雷擊中了 同樣地 都是臉色青白 全身瘀傷 心跳呼吸停止 救援人員去到現場 對他進行心肺復甦 但是證實是無效 一連劈瓜兩個 所以當局也提醒大家 如果在野外也好 你都要離開一些 比較小心樹木 電線桿 還有積水 因為很容易引淚 知道嗎? 這些就是慘案 陰工 走走走走 上班 放工回家都被雷劈死了 可能有人說 那就好 投胎再做過 真的不知道 另外也跟大家說 說了一宗新聞 說到內地山東 警方破特大犯罪集團 拘捕了56人 竟然這個犯罪集團 賣那些聽話水 就是迷奸水 有不法的網絡分子 在聊天群組 銷售這支聽話水 就說經過警方查證 疑犯經過專業偽裝 將遺禁品偷運入境 配置成為聽話相 再去迷奸其他人 最後 警方 痰狠呱呱呱呱呱呱呱 摸一下摸一下 摸到一個竹尼出來 捕了56個疑犯 指現在手批12個被告 判判刑的 案件 在現在進行 調查當中 聽話水也叫做迷奸水 這些已經很久了 而說到 其實香港之前有一宗案件 有一個男子倒閉了在尖沙水酒店 警方也發現有迷奸水 這件事件可能從內地傳出來也不奇怪 你也知道那些銷售平台很誇張 另外跟大家說一件事件很離譜 在江蘇有一個女童竟然在一間邊爐店 當著大家在餐廳旁邊爬 不知道爬大還是爬小 不要這樣 這些家長要教 有人就說家長也是這樣 那家長也有問題 小朋友不要到處爬才行 有廁所 不要跟老母叫他 老母叫他在當眾一起爬 這件事真是離譜 這件事,小妹妹可能真的不認識,因為只有兩歲左右 家長可能沒有留意,這件事 旁邊有人看到沒有胃口 當然啦,你吃火鍋,煙霧尼曼 那股氣就隨著濕氣到處飄,哪有胃口呢? 店員一發現,就即時抱走的女童 清理地上的東西,希望大家沒有影響,但老實說,像昨天說的 有個人在地鐵駕駛,然後一看到就吐了,還變有胃口 另外,內地現在看到有一個山寨版的紅牛飲品 好笑喔,原裝叫Red Blue 山寨版叫Tire Blue,喝完就越喝越累 哈哈哈哈,累牛,淚牛 人家是紅牛,淚牛 越喝越累,唉,真是 其實很多內地的品牌 本身自己的品牌也有山寨的 康師傅,康瑞庫 雪碧,雷碧 真是層出不窮 所以那種山寨版,有時候真是幾可亂真 黑龍江有個男子買了一罐Red Blue之後 發現,咦,被他找了笨 因為罐上面寫著叫Tire Blue,淚牛 喂,大哥,我喝不喝好 我喝著,希望你給我一對液 現在不是,給我一張床 是不是 因為這個男人喝了一口,已經發現味道怪怪的 竟然他再看一看,雙標和名字全部都不像 是假的,Tire Blue,真是搞笑 當然,有很多人說,買過那些拼音版,紅牛 說不是吧 買的時候要小心,很多東西都有山寨的 你以為買了正版 另外,亦跟大家說說,內地有位貪官 在四川,有位叫巴中市政府員黨組成員副市長 張順華 懷疑,貪污,壞,做官做得比人差 為什麼呢?因為他被人爆料 他說原來他曾經在做副市長期間簽文件 一路,左手拿著杯,右手拿著支筆 一路喝酒,一路在簽文件 嘩,你真是做官做到你 這麼疏乾的 這件事件被人揭露了之後 他被人判了11年6個月 並且罰150萬 因為他受賄之類的 原來他有一個專題 內地有一些專題 把這些貪官拿出來 判完之後,你貪不貪悔? 你認不認罪? 說自己有什麼過錯? 說到其中,在懺悔書當中 自己爆了出來 就說剛才說的 一路唱歌,一路喝酒,一路簽文件 更加總結了自己人生走向失敗的五個原因 以及忽視了自己三官 就說要不斷改造 那就當然了 做官做到你這樣 這麼疏乾 難怪不得 每個人都爭著做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件事件 嘩,有個阿婆八十幾歲 站在波雪上面五個小時 嘩,什麼事啊阿婆 不是吧?你這麼厲害 在哪裡?在河南 一名八十幾歲的老奶奶 原來為了摘樹上面的果實 竟然不擇手段 她竟然輕功 一下子彈上樹上 當然不是 她搬了一堂梯 這堂梯非常之高 還要比電線高才乾 她爬上棵樹上面 竟然不肯下來 她說無論兒子在地上怎樣叫她 阿婆也不理她 她說 她說 這個阿婆在樹上面五個小時 真是看到都心驚膽跳 其實這件事件有很多媒體都報導 兒子接受媒體報導的時候 採訪的時候都說 阿婆算是硬正的 武龍武師都可以 但是這樣真的很不適當 香港有些人都會摘東西 但也未去到這麼誇張 一跌下來都不知道怎麼辦 好了 總之 注意安全 好 今集視頻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